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妨留意这部分 原因是一来你看技术走势的状况 此次地日线图来计形成大箱底 箱底颈线是3.23 今天是3.29 都很接近 随时有机会升穿 第一个要留意 第二个你刚才说的大箱底 就比较长线 两个三毛半起步 升到3元左右 3.03 就回远了 回远就 整个几天 这几天可以叫做什么走势 这可以叫做旗形走势 一支升浪之后旗形走势 这期可以叫做三角旗 三角旗 营造了三角旗 一日 两日 三日 四日 第五日 今天就抽穿了三角旗走势 换言之 出现旗形突破 出现旗形突破 按量度升幅 可以如何量度 就是这个升浪 量度上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都有不错的空间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股份 技术走势上 是有些可以期待的 加上 最近所谓童童铁铁铁 股份 都有一个上涨的趋势 一方面 铝大头升 因为非洲基内亚 发生政变 对这些铝价是有刺激作用 而且高盛看到三千多元 一直在提升铝价 对铝业已经有刺激作用 童童铁铁铁股份 都好像气氛因而受拖大 加上去 最近的大行 都是资源股份 材料股 其实都是一个偏好的看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童铁铁铁股 其实今天都是升了 都是比较漂亮的走势